Hello 大家好 我是Muse 今天和大家談談關於壓光的問題 這位朋友TiTi 在很大的太陽的時候要做壓光 又想要有景深的效果 加ND Filter 是不是唯一的選擇呢 當時附近是沒有任何的樹或大廈用來遮光 簡單來說人是沒有辦法放在一個陰影或半影的位置 強行壓光到底有甚麼方法 我覺得太多人問這條問題 在我的角度其實我自己覺得有些搞笑的 就是為何大家這麼堅持 為何大家要這麼堅持 在太陽強行曬下來的時候 強行要去壓光 強行還要做出大光圈 要景深 我覺得這件事是有少少大家不知是 轉了牛角尖還是要做到這件事 但在我的角度就是坦白說 作為一個職業的攝影師 又或者作為一個專業的攝影師 其實我是不會經常拍人像的時候 去想景深這個問題 我應該說景深當然是其中一部分 但我不會把這個優點放到頂層 我簡單來說 如果你的構圖、光線、構思是好的話 其實深一點的景深、淺一點的景深 其實你的作品都可以的 都可以是中上的 但如果你本身的構思、構圖、動作、光線 這些所有都不夠理想的話 給你一個多美的散景景深又如何呢 所以其實是不重點的 在我這麼多年來的所有的拍攝 都不是一次半次 是所有的每一次拍攝 我其實不會考慮這麼多的景深 而且我要考慮景深的時候 也不會是依賴鏡頭、光圈帶給我的景深 我可能需要用另一個招拐 去壓縮景深 我可能是攝影師的相機鏡頭 和無特兒的距離去拉一個景深 又或者我刻意去把一些東西 放在前面很近鏡頭去創造這個景深 而不是每次都要想開大光圈的 為什麼大家一定要開大光圈呢 這是一個在我的角度 其實是一個奇怪的問題 大家想真點 你自己為什麼經常都要想 我要散景就一定是開大光圈 其實只要我的鏡頭焦距 用得恰當的時候 其實這件事已經很足夠了 而且景深如果是sharp的話 不代表不好 後面蒙了也不代表等於你的照片立體 所以很多東西大家應該要再進一步想清楚 接下來我就講解多少少關於額光的概念 這個是太陽來的 太陽 為什麼沒有物 太陽曬了下來 這裡有一個人 這個人 下面呢 下面呢 就有一個景 那些景呢 可能是一些山 山 山 OK 大家不知道看得清楚 總之呢 太陽曬到人那裡 和曬到景那裡 如果是正光的話呢 正光的意思 大家都是向著同一方向 太陽就是我的前面 它照光了我 太陽可以形容它是無限遠的距離 所以呢 如果大家不知道太陽到底的光線可以蓋到多少 大家再看我再以前再以前的影片 其實太陽的距離 不要說照到我和照到後面座山或者後面的湖 是照整個地球的一半 大家想一想 其實太陽距離整個地球 這麼遠 太陽的光來到我們的地球的時候 其實是 真是一個極度平衡的一個光來的 在另外一邊的地球照不到的時候 日落 然後晚上 但是呢 在太陽照到我們和照到景的情況之下 其實曝光是一致的 即是說你當人就是其中一個景 例如這裏是一個大景 好像山一樣 跟著人物就在這裏 跟著太陽照到人 也照到景 某程度上人就好像景的一部分 人就好像其中一棵樹 其中一個垃圾桶 即是說光照到他和照到他的光 根本是一模一樣的 我們所謂押光其實是甚麼意思 無緣無故押什麼光 大家都曝光一致 還押什麼光 想真些 想真些 所謂押光就是 我不想他一致 我想人呢 是光些 那個景呢 是暗少少的 那個人是光 比那個景的 那個景相對來說 暗少少 那暗你可以暗很多 也都可以暗少少 暗多少都好 就是簡單說 就想把人和景的曝光是不一致 這一點就是為何 把人物放在陰影位置 會比較理想 因為人放在陰影位置 就不受同一個太陽所影響 那個太陽照到落地 本身 人和景的曝光已經不一致了 我們再重新去曝光的時候 是比較容易去達到一個 更理想的效果的 但是如果太陽強行 照著人 也都照著景的時候 有兩樣事情同時間發生 第一就是人和景的曝光 根本就已經一致 第二另外一個很大的問題 就是人本身已經因為受到 太陽照下來 所以也本身呈現了一定程度的陰影 而這些陰影是很嚴重的 不是你壓一級光兩級光 就可以壓得走它 行不行 如果我們強行在一個禁光的情況之下 要壓低人物 壓低人物一級 等於壓低背景一級 壓低人物兩級等於壓低背景兩級 你所有東西是一致的 所以如果你真正正要壓走人物面部 一些難看的陰影 而再重新打一支新的光源 即是新的閃光燈打下去 你是要完全覆蓋了底那層光的時候 你可能需要壓低了四級的光 你才可以這樣做 如果你強行這樣壓法的話 可能背景又過暗了 但是如果你壓低不壓低的話 就好像你的白色牆 骯髒了 但是你純粹去買些油漆數兩下 你會發現你覆蓋不到 它底的那些骯髒依然是浮出來的 同一個原理 如果你壓光壓得不夠多 你一個新光源打下去 你底層那些難看的陰影 依然會有個痕跡在那裡 都幾明顯的 問題就是為何你一定要這樣做 以及為何我們需要 把人放在半影也好 總之前面的人 是不是很受現場的太陽直接干擾 跟背景分開一點點 這就是我們目標的方向 而不是純粹去想壓光就是壓光的動作 壓低了它壓暗了它 那什麼意思才行 壓光是沒有指定到底 你是壓半級 壓一級 壓四級 壓五級 但是另外一個概念 剛才你的問題就是加ND filter ND filter ND filter有什麼用呢 先想清楚一點 ND filter是減光的 剛才說人物和背景 是同一個受光的情況之下 你落了ND filter 減兩級也好 減三級也好 人又減 景又減 那減來做什麼呢 減了是為了什麼 在你的角度就是 你為了開大光圈 是可以的 真的要用閃光燈去填補這幾級的光 當你壓低了幾級的ND filter 然後你要用一支更強的閃光燈 去打超出幾級的閃光出來 去填補 你知閃光燈夠力的話 你可以做的 但可以肯定的就是 你壓低了之後 你不是壓低了的人 你是整個人家境都一起壓低了 讓你做到 都未必是一個好事 不是好 不是說一定不行 因為都要看情況 但可以肯定的 如果你的思維 只是為了開大光圈 是沒有特別意義的 在這裡做這件事的話 OK 就算你說用閃光燈裡面的高速升 其實讓你做到又如何呢 其實他剛才已經提過問題 不是他升到還是不升不到 又或者是壓到壓不到 問題是 現在的問題 原本就是人家境 那個受光是一致 是已經出現了這個問題 我壓暗他的話 就是說人和境都是一起暗的 這個是有一個問題在這裡 如果你真的很想 人物和背景去拉闊了的話 即是加強了那個立體感 有前有後的蒙的感覺的話 應該去用一個焦距 例如選人物的背景再遠一點 然後可能再用Terry一點的一個焦段 去將這件事壓縮 令到後面產生一個模糊感 而不是永遠都去開大光圈 在什麼情況下我會用ND filter 其實ND filter 在我的角度就是 每一次我真的需要用ND filter的話 我的目的不是要開大光圈 我的目的是要減慢快門 我希望可以再慢一點的快門 去產生一些Motion blur 我就會去嘗試用ND filter 的確很難說 每一件工具你要怎樣用 所以我覺得 你用來去減慢快門也好 開大光圈也好 兩人都可以用的 但是問題是 轉了牛角尖 為什麼一定要強行 在這個環境之下這樣做 這個才是最大的問題 因為太陽 由日出去到正午到日落 其實是一個過程 是一個時間 攝影師應該選擇適當的時間 去拍攝適當的角度 這件事是重要的 你去旅行 你可以一早計劃 明天中午應該可以拍到什麼 所以我們去哪裏 早上你肯早起床去拍日出 又可以去哪裏 通常人們追日落可以選擇 下午傾斜的光線可以去哪裏 而不是攝影師會經常去 像我工作一樣 幾點去到那個位是焗影的 但是呢 不代表我去到 是完全沒有任何的想法 我去到每一個地位 真的看到太陽這樣曬著 我是其實不斷觀察任何的可能性 這一點才是最重要的 相機距離個人的距離 亦都可以去產生一個景深的效果 所以其實呢 我覺得除了你剛才的問題 是沒有一個直接肯定的答案 我覺得太多東西都可以變化出來 而我所講大家在轉後角展 就是為什麼一定要開大光圈 才產生這個景深 還有為什麼日光日白都要壓光 要去做這一點 這一點是我覺得大家應該要深思一下的 當我們每一次所謂進行壓光的時候 我們要看看到底我們前面的燈 和主角的距離 如果現場太陽給到我們人物的陰影不夠好看 我們會盡量去把人 擺到一個比較平均的陰影的地方 如果人物和景的曝光都是一致的話 我們剛才說你可以壓光的 你可以照額的 就是說人暗的景又暗了 其實某程度上不是說你肯壓暗了就是好的 我們通常平時在戶外拍照 我們都是打一支燈的 在我佔大部分的工作裏面 我都是打一支燈的 那為什麼有時經常都一支燈搞定呢 其實這個好像趕點不趕點 但我可以肯定你在YouTube 找所有YouTuber去所謂講的一盞燈 其實某程度上都有很多的環境光 無論是Studio的一些光光 甚至你走去戶外就更加了 我們所謂單燈 不是只有自己的閃光燈一個Solo 其實是在配合ambient 即是你現場是太陽也好 Reflection也好 什麼都好 地下的反射 一些商場 或者是建築物的反射 很多反射 我們可以單燈做到不錯的效果 但是當你壓光 人物加背景一起壓的時候 即是這個ambient的光都被你Q了 你發覺你在壓到這麼低也好 你知燈又夠力了 其實你都未必做得到好看的結果出來 因為你連那些Feel like也有Q了 所以無論你下多大的Softbox都好 你會發覺你還是不夠理想的 所以在我這麼多年的經驗 就是我當然有很多強行在日光 太陽在頭頂照影的模式 當然我會在一個Posing 在一個動作的指導上 我會告訴客人 你們可以做什麼 你向什麼方向 可以肯定 向這個方向和這個方向 已經是大不同的 你看背景 你看我的花絮相 我不介意我拍給大家看 但大家看完之後也好 其實你是不會知道 當時為什麼我要這樣做 所以我是建議大家 如果你是沒有同意到重點的時候 你不要覺得這些是隨隨隨便壓過去就算 有一支更強的光壓過去就可以 其實是不行的 即是你強行去做的話 沒有什麼好結果的 所以我先講 大家不要轉了這個牛角尖 你需要的不是純粹 學一朝半識去壓過去 或者是然後這樣打燈就可以了 你反而需要得到真正的一個啟發 啟發就是到底你應該用什麼態度 用什麼方向去拍攝你的人像 而再去用一個恰當的打燈的一個邏輯 叫做曝光的一個邏輯 去投放在你自己的主角那裡 而不是一個招式打下去 因為燈好像很簡單 你在什麼角度打下去打光了它就是了 但是為什麼可以這麼參差的結果 為什麼可以是你這樣壓光我又這樣壓光 但是結果可以差那麼遠 其實差一點就已經差很遠 所以需要學的永遠都一直說 絕對不是純粹的一招半式 大家不可以純粹覺得我得到這個招式 得到這個理論我就理解了 不是的 你要想一下到底我們的目標其實是什麼 你拍得漂亮的話 哪怕那個景深欠了兩三級 沒有問題的 不要犧牲了這麼多麻煩的東西 而去反而是做得不好 是啊 真的的 因為很多照片其實是由前景 銳到遠的背景 其實是更加不容易的 更加不容易做得好 因為如果你真的強行說很想做到人物 打燈很乾淨很乾淨很乾淨 很乾淨很乾淨的意思 沒有一些髒的陰影在這裏 然後後面的景就blurr的 其實讓你做到也好 我以我的經驗我覺得是會更加像一張貼紙照 是不會覺得照片是怎樣特別立體了 是啊 真的的 因為你將那個景深去拉開了之後 你閃光燈是打那些案件 看上去其實是會更加乾淨的 所以我覺得是不需要再針對這件事 真的想得太多 其實所謂我們平時去戶外去找光 就不是說這裏有光這裏沒有光 這裏有光這裏沒有光 不是的 你去判斷一下到底人站在甚麼位置 跟背景的光差是有分別的 你要找得到有幾大分別 你要從攝影相機的角度去判斷曝光 而不是我們對眼的判斷 我們對眼判斷其實很多時候都是騙你的 我們看上去都是光 但為甚麼相機拍出來不一樣 因為我們不懂得用相機曝光概念 去套在我們對眼上 變成了很多攝影師去到戶外拍照 其實是不懂得看的 只知道光太亮了 就要壓暗去 接著就壓光 接著就打支閃光燈 這個概念是最膚淺的 但我覺得大家是要有一個基礎的概念 但到真真正正去用起來的時候 大家就不要再轉到牛角尖 你又要大光圈又要怎樣怎樣怎樣 其實慢慢將我提供給大家的一些方法 去用出來大家感受一下 如果一些小小shading的位置 一些半影的位置可以讓你站到的人 哪怕光影只不過是暗了半級或一級 都比沒有好 只要人物站的位置跟背景的比例不一樣的時候 你會控制很多 但是如果你堅持要轉流角尖 你就是要這樣的時候 我可以很肯定 你再拍三五七年 你都沒有一個真正的答案給你 唯一可以回答你自己的 就是你親身嘗試 親身去感受 到底你拍這張照 其實的重點是什麼 你找到重點 你其實就找到答案了 下次再談 剛剛買了一部新相機 今天天氣這麼好 下街拍照 等一下 這個景氣挺好 你站在這裡拍照 就在這裡可以的了 笑啊 看鏡頭 我一二三 之後我看看天氣 就這樣辦望東西 一二三 為什麼光光爆光 爆得連人都看不到 這裡有光 你就站在這裡 好 一二三 你看著我 對 看著我 我一二三 OK 一二三 照片不是太光 就是太暗 到底要怎樣調過光圈塊門才對呢 還是我需要用閃光燈呢 咦 Mills Chan Education Mills Chan Fundamentals of Portrait Photography 人像攝影基礎課程 是針對燈光人像攝影為基礎而設定 課程分為五個部份 攝影的基礎運作概念 基礎光源與曝光 平方反比定律概念 戶外人像拍攝示範 以及基礎色片燈光人像攝影 一共有18條影片 合共五個小時的課程 方便大家不時重溫 現在參加這個網上課程 還免費贈送Mills Chan著作 The Paths of Lights光影之路電子書 就算是坐巴士、上班 什麼時間都可以隨時隨地上課 上完18課 對光多了很多概念 馬上去拍照 大家好 我是Mills Chan 我是一位人像攝影師 在過去的二十年 我到過世界各地不同的國家地區 盡量拍攝和攝影教學工作 在Mills Chan Project Fundamentals 網上課程裏面 大家將會學習得到 人像攝影的基礎知識 概念 和攝影技巧 即是說這個四分一會離開 好 試試 新出來多一點點 新出來多一點點的時候 陰影 我亦都會和大家講解一下 Mills對光線的一些看法 概念和大家分享 希望大家都可以在這個網上課程裏面 得到更多啟發 我們在實體課再見